大家好,我是Majid 今天要跟大家講潛意識 在我們的生活中,經常都會聽到一些人在講 下意識做了,我潛意識做了,我不覺意做了 這些你也聽過了 通常什麼情況會講的呢? 做錯事 做錯事的時候拿來講做一個藉口 我不覺意做了,不知為什麼 有些人會拿來做一個藉口 亦都有一些是真的關於潛意識的事 講到潛意識,我們需要提提一個很重要的人 這個人就是佛洛伊德,Segmund Freud Segmund Freud這個人呢,其實他做些什麼呢? 他就是研究人的心理 他是精神分析的一個始祖 還有呢,他有一個學派的名字 他的學派叫做Freudian Psychology Freudian Psychology,如果我以後研究心理學員覺得很厲害 就會有一個Magidian Psychology 我沒有,繼續 即是說有人問你,你學什麼心理學的? 你可以跟他說 我佛洛伊德的 我佛洛伊德的 那麼我們的同學呢,你們可以說什麼呢? 我Mark 5的 對不對? 他發現了人呢,其實有意識和潛意識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除了意識和潛意識之外呢 中間還有一個叫潛意識的 這個我們之後再拍一集地去講 因為那裡講很多就到了 那潛意識究竟有什麼功能呢? 潛意識功能的第一局 幫我們保存記憶 受時限和不受時限的 我們今天是2月6日 那如果叫你去想回2月4日晚上9點30分 05秒到45秒你做了什麼?你記不記得呢? 在用電腦 應該是在用電腦 那你會記得 在用電腦看什麼 聽什麼歌 你做什麼 看到什麼 感覺到什麼 那些可能就不記得了 但是我跟你說 叫你去想回那一刻的時候 你是好像回了那個瞬間一樣 這個就叫做不受時間的限制 所以對於記憶來說 其實是不受時間限制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很多人的抑鬱症 和焦慮症出來的 他以前曾經受過一些傷害 一會兒我們講第三條的時候會有 他以前睡到腳都閘起來 他睡著了 他上波都直直直直直 對 那就是說以前曾經發生過某一些事情 他會在日後分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第三條所講 這個不受時間限制說的東西就是 我叫你去想回那一刻 你會想得到 那裡面的細節會想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潛意識會令到我們省略了很多 免得記了這麼多東西 那是不是代表那些事情沒有發生過呢 不代表的 因為催眠可以幫我們找出來 只是一些東西太多 潛意識會幫我們收起來了 受時間限制又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是會隨著時間 慢慢凋淡了一些記憶的 我們會隨著時間 忘記了一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受時間限制和不受時間限制 所以第一條保存記憶 第二條是什麼呢 情緒的根源 就是說我們開心不開心 我們遇到什麼會產生什麼情緒 喜怒哀樂 全部都是源自於潛意識 有時候我們會生氣 之後我們會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有時候我們會開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開心 其實是因為外在的事情 引起到我們潛意識入電的感覺 所以我們才會產生情緒 所以情緒的根源是來自潛意識 第三個 潛意識會將一些未解決的負面情緒和記憶 保存並壓縮 之後呈現在我們眼前 有機會會壓縮一些情緒或記憶 作為自我保護 是不是很負責 其實在說的是什麼呢 有些人受了傷 受了傷之後 他又會再害怕這件事 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生 或者是一些個案裡面 一個女生曾經受過性侵 或者是遇過某一些很大壓迫的事情 到了他長大了之後 那些事情他每次遇到 他都會引發一些情緒 但是你叫他想極 他都想不到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那這個就是潛意識第三個功能 就是令到我們某一些遇到的東西 壓了之後會呈現出來 其實我們每一次的情緒爆發 都是牽動我們以前遇過的問題 那這個第三點 第四點 運行身體的一切 擁有兩張藍圖 當下的身體 和最佳健康狀況下的身體 就是說 譬如我現在是肥的 這個是我當下的身體 我肥而已 我不會死的 我肥我不會死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身體是有能力 一直擁有肥的我 直到他不勝負荷 前面識就是 我搞你不行了 那所以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 肥到什麼都沒事呢 因為其實你的前面識 可以幫你擁有身體 只是有些代償 就是說 你會損了你的肝 你會傷了你某一種東西 那它是都能運動的 只是沒那麼健康 那另外 可以你最完美 最健康的身體 其實前面識都有一個這樣的藍圖 什麼意思呢 譬如我要練 我要練到很健康 我要練到健美選手 這樣的樣子 可不可能 可能看看我多努力 那為什麼可以可能 因為本身在我的前面識裡面 已經有這張藍圖在這裡 如果我想變成這樣 我是可以用時間來鍛鍛鍊出來 直到有一天 我們對它的要求 超出了負荷 它就會搞不定 例如什麼呢 譬如現在 我們的前面識裡面 沒有一個藍本 就是我會生一隻藝 然後飛出去的 所以如果我再怎麼去要求 我再怎麼去做 都不行的 所以這個就不是 我們前面識藍本裡面的 那要喝Red Bull 對,Red Bull送你一對 那我們去到第五點 前意識對符號是敏感的 會對不同的符號 都產生不同的情緒 不同的反應 例如駕車的時候 看到紅燈 會怎樣的呢 停車 有些人會衝 他就要走了 如果是見到綠燈 就是你要開車 那有時候 譬如有個人突然走過來 他衝過來對你舉個鐘子 那又會產生你做什麼 這樣生氣的情緒 或者在我們商業社會裡面 一個紅色底 黃色的一個M字 你會想起嗎 你會想起麥當勞 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人類前面識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符號是很容易 令到我們產生一個聯想 以及一個掛勾的 那為什麼那些公司 會花這麼多錢來做廣告呢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之後到我們的第六條 前面識對每一件事情 都非常個人化的 有沒有聽過對事不對人 什麼是對事不對人 中立 就是中立 那通常呢 什麼人會說出這些說話呢 不中立 不中立的人就會跟你說 我對事不對人 就是譬如 呼吸中的人 是不會跟你說 我透氣 我透氣 不中立的人 才會跟你說 我對事不對人 因為他是顯露自己 其實好像中立 實際不是 那所以呢 我們的潛意識 其實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運作 我們是對人不對事 第七點 潛意識會尋求最便捷的途徑 完成事情 或者找最少阻力的一個方式 來完成事情 就是說什麼呢 一 天生就是懶的 好合理 人天生是懶 什麼叫懶呢 我說那個懶不是一劈子 那些 就是說 譬如你要去一個點 有兩個巴士 兩個站 和十個站 你會選誰 兩個 兩個 因為十個會浪費你時間 哪怕你沒有戰士 你都不會選十個站那個 有直達的車 做什麼要轉車呢 如果時間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會選一個 可以幫我們保存能量的方式 這個是潛意識很重要的功能 雖然現在我們有無量的食物 但是我們以前那些不是的 因為我們很多很多代之前 吃不吃得飽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潛意識會盡力為我們保存能量 包括我們想法也是 所以我們的腦 是偏向不想法好過想法的 因為這裡佔了我們20%的能量 那吃多些東西 是不是會想多些東西 吃多些東西 為什麼會想多些東西 不用保存能量 可以說一下 因為有些人吃很多都減到的 其實是work的 其實是work的 好 那我們去講我們的第八點了 潛意識不能處理負面之信 需要跟清晰的指令行事 你有沒有在街上 看過那些年輕人 那些媽媽罵他 不准跳 不准吵 不准跑 不准跳到頭上 之後他又跳 又吵 又跑 又跳到頭上 因為我們的前面式 是不懂得process這個no 你叫他吵 其實你告訴他 做 我和你玩一個很簡單的測驗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在我數到三聲之後 你們不准想一隻分落式的大分像 現在已經出來了 不用數到三了 不要想 不准想那隻分落式的大分像 不行 不好 越想大分像越大力 越想大分像越真實 好了 我們現在想一隻黑色的大分像 直接就換了顏色變黑色 這樣一個簡單直接的指令 不單止可以令到我們溝通更頓場 也不會產生這麼多的反俗用力 因為你要他不要這樣做 他的前面式是會接收直接這樣做 他的意識是會反彈你 所以直接跟一個人說你想他做什麼就可以了 當然態度那些就用回本性的系統 第九點 前面式是需要透過不斷重複去養成一個習慣 我們是不能夠就這樣做一次健身之後 你養成做健身的習慣 也不能夠吃一次煙就養成吃煙的習慣 其實吃煙的人是很堅持的 因為吃煙的初期很辛苦 你要經歷暈 咳嗽 一陣臭味 不知道在吞什麼下肚子 但是你要透過不斷吃不斷吃不斷吃 就會養成一個吃煙的習慣 所以當然這是一個正面負面你自己定義 應該對身體不太好 無緣無故吸進去 所有的習慣都一定要透過不斷重複養成 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學了這件事 我一出去就可以了 你真的想不到我了 雖然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 不管良好不良好 總之養成一個習慣都是需要重複的 這就是我們的第九點 好 最後一點是什麼呢 在意識和潛意識同步的時候 我們才會發揮到最大最大的效能和潛能 意識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做決定的 我要減肥 我要戒煙 我要戒走 我要怎樣 有多少個叫的人你真的會做到 可能一兩個 十個裡面有兩個 而大部分的人會發生什麼狀況 做幾天就 還是肥 還是吃煙 還是喝酒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真的走去做的人 是不會講的 他已經做了 這跟戰士也有關 另外也跟潛意識有關 因為在同一件事裡面 譬如我說我要減肥 我的意識是想減肥 而我還沒調整好我的潛意識 都想減肥的話 我們的身體裡面就會出現一個分裂 問一問你 你猜一下這個分裂裡面 有幾多次 十次裡面有幾多次潛意識會贏 六七次 其實根據心理學的研究 是會去到八次或以上 因為我們潛意識才是最大的能量來源 當我們無法調節潛意識 意識叫到怎樣都沒用 有沒有見過那些人 經常說我要賺錢 我要有錢 我要很努力 我要努力 我要奮鬥 那些 那些人是很多時候賺不到的 並且越來越窮 因為當你越叫你要賺錢 你是越大聲地跟你的潛意識說 你沒錢 而潛意識是不懂得接收 任何yes or no 他只會接收定義 那他就會殺人沒錢的政策給你 我很肥 我要減肥 我很肥 我要減肥 那潛意識會收了什麼 我好肥 我好肥 我肥 那他就怎樣 繼續肥 所以就會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令到我們的潛意識 其實收緊你的指令 但是收錯了指令 我們發錯了指令 結果那些事情就做不到 那潛意識其實是不是很蠢 潛意識是不是很蠢 我覺得潛意識是一個很單純 很直接的一個物體來的 只要你給對方向他就可以了 很天秤